MG7明觉黑标的第一台车 标榜自己是优雅运动 那既然说自己运动 我们就给它运动到死 拉上赛道 看一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MG7明觉黑标的第一台车 油门下去 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 这台车的动力其实非常强 2.0T加上9AT的这个动力组合 它的最大马力是可以去到261匹 最大扭矩405牛米 并且在1750转就可以输出 它的这个最大扭矩了 从开的感受上来说 加速的感觉非常酣畅淋漓 其实它的工程师是有专门的 给这么一个动力去做调校 就是让它在这样子的一些运动模式之下 会有更铿锵的这个加速感觉 就是它会放大它的这种不平顺感 去营造这种砰砰砰的换挡的快感 让它每一个挡位切换起来 会更有加速度的这种冲击 那种快感是特别好的 但是因为这台车它毕竟用来是一个民用的刹车 其实我们在赛道上它的衰减还是蛮明显的 因此我们可能在头一圈的时候可以比较欢快的去开 在后面的时候就相对没有这么尽兴了 另外就是这台车有很多驾驶相关的东西给到我们 比如说它的ELSD差速器 它的这个E并不是电子的意思 而是机械的带了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可以让这台车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循迹性 可以更好的走线 更好的去掐到弯心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早上的 躺地试驾里面的一个绕八字 深刻的去感受了一下 这台车在开关了它的ELSD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蛮明显的 很明显就是当你打开了之后 它的这个吃弯心的能力 它的循迹性确实会变得更强 另外就是它有一个可调的悬挂 并且支持一个超级玩家模式的自定义控制 自定义的设置的 怎么个设置法 它甚至可以做到前后轴 不同的软硬程度 在不同速度下的软硬程度 调节幅度可玩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台车的坐姿是非常低的 从方向上来说 它的方向其实我感觉还是蛮轻巧的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毕竟它还是一台注重家用的 车型只不过它可以在运动感上 在我们偶尔想要去释放的时候 只要你这么一脚游下去 声音加速度推背感 都可以给到你想要的 OK运动体验完了 那么优雅那一趴 我们就未完待续了 外形方面我就不多聊了 有几个细节 我觉得是你作为消费者值得知道的 一个就是前面有一个MG 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的模块 侧面无框车门 双层的夹胶玻璃 在后面有一个很溜背的造型 并且有一个三段式的尾翼 那至于好不好看 就看你们自己评判了